好凤陵镇是花东纵谷上重要的客家庄 在这里有更多族群融合居住 凤陵圆明部落就有六大聚落 据规模的中兴部落19号上午 在中兴国小举办丰年祭典 那么县长徐正卫、镇长林建平、议员蔡一静等民意代表 都出席祝贺圆明文化的重要祭典 县长及镇长与500多位的部落族人同欢场面相当的热络 在活动中头目带领族人向祖林表达感恩与眷顾之意 祈求祖林保佑族人在中兴部落安居乐业 凤陵镇长林建平也指出 凤陵镇六大部落最后的第二场丰年祭 从传统文化中可以看见现今社会所流失的传统家庭伦理美德 在客家聚落能够看见原民文化的展现更是难能可贵 凤陵镇六大部落最后第二场的一个 吉哈巴仰的凤陵祭 非常高兴每一年的八月份 在我们凤陵的各大部落 都轮流的来举办他们的 还年的一个凤陵祭 这意味着他们的文化的一个传承 那从凤陵祭的祭典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今当今的社会上 我们已经丧失流失了很多的家庭的农礼 但是我们都是在原住民的父女敬礼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北漂南漂的青年们 都藉由祭典回到部落来跟亲人相聚 然后传承的文化 这种是在我们一个客家小镇里面 最男人的族群融合 长期以来我们攻守 对于原住民的各项事务的信办 以及各项不利的一个措施 我们都尽最全力来照顾我们凤陵 这一块属于最自然 最纯朴的一个原住民的文化 丰廉祭的活动可以看见 从各地回到部落来的青年 以实际行动来维持部落文化祭典的用心 族人穿着族服共同为部落的文化及古调延续而努力 记者凌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